甜蜜的贺卡 我是一张贺卡 住在小主人祖儿的家半年了 小主人一个移民到加拿大的同学天会 去年圣诞节在礼品店里挑选了我 然后请邮递员叔叔把我送到小主人手里 从那天起香港便是我的家了 我坐飞机专程来问候小主人 很叫人感动吧 设计师把我装扮成圣诞树的模样 墨绿色的圣诞树上有金色的铃铛 彩球 棒糖 小天使等装饰 挺漂亮的呢 告诉你一个秘密 我藏着一个有趣的设计 只要你打开贺卡 一只可爱的小熊就会捧着一罐蜂蜜迎上来 蜂蜜罐里还有天会亲笔写的祝福呢 我的体重虽然轻 但满载着天会和小主人真挚的友谊 日子久了 我身上的衣服开始发黄 样子也不好看了 可是小主人对我的爱却有增无减 仍然把我放在书桌上的当眼处 常常对我看上几回才去睡觉 我想天会在蜂蜜罐上写的话真不错 老朋友像卖牙糖 越旧越甜蜜 圈圈看 分析文章的写作手法 把答案圈起来 一文章用主人还是物品的角度写 二文章用第一还是第三人称来介绍贺卡 三文章运用了比喻还是拟人的手法 写写看 下列量词可以搭配什么事物 写一写越多越好 一张一张贺卡 二个一个秘密 三只一只小熊